有一阵子经济适用男很受追捧 这一类人长相老实不出众 不用担心花花草草 性格温柔沉稳 不会遭遇家暴场景 工资也过得去 能安心生活 在这个渣男盛行的时代 能碰上一个肯老老实实过日子的男人 就不容易了 简直就是姑娘和丈母娘的首选呢 但是经济适用男千好万好 并不是所有女人都适合 还就真不适合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名著包法利夫人 书中的男女主角 就是这样两个角色 男主是个实实在在的经济适用男 身高身材一般 发型传统 相貌过目几望 性格温和 工资无偿上脚老婆 不吸烟 不喝酒 不赌钱 没有红颜知己 基本的生活费用能够承担 但是也止于基本 而女主是个标准 清新脱俗的女文青 这俩人一组合就玩脱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她们之间不可避免的婚姻悲剧 拔掉这些名著小说的羞耻外衣 压缩在十分钟的时间里 岂不是特别有趣 故事的开头 是从男主的视角展开的 男主是个 扔人堆里都认不出来的平凡人 父亲是个军医 而他在父母的期许下 成为了一名医生 但是他天字不高 尽管老实 但懦弱无能 平日里又是个宅男 根本没有姑娘瞧得上他 迫不得已的 他父母为他找了一个 又老又丑的寡 寡妇做老婆 别看她是个寡妇 挣着抢着要娶她的人可不少 当然并不是因为风韵犹存 而是因为她有钱 多么简单粗暴的道理 结婚后的某一天 男主去给一位摔断了腿的农民看病 在他家 男主结识了农民的独生女 也就是我们的女主 伤筋动骨一百天 男主给女主父亲看腿 也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当然事实上 他根本用不着这么频繁的去看病 其中的缘由嘛 你懂的 但他到底是个有妇之夫 而且胆子那么小 但是马上机会 哦不对 马上大事就来了 男主的妻子被揭穿 并没有事先说的那么多钱 这就啪啪打了男主父母的脸了 于是他们找上门去 和儿媳妇算账 或许是年纪大了 男主妻子竟一气之下 吐血死了 摆脱了又老又丑的寡妇 很快男主就娶了女主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 视角开始转向了女主 虽然说是农民的女儿 但是女主在13岁的时候 就被送到修道院去读书了 13岁正是爱做梦的年纪 就像现在很多青春期女生 迷恋霸道总裁文一样 我们的女主也受到那些 玛丽苏小说的影响 整天期望着来一场 轰轰烈烈 罗曼蒂克的爱情 所以当她嫁给男主的时候 是充满期待的 但是她很快就发现 男主并不是她想象当中 浪漫又风趣的王子 而是一个无聊呆板的屌丝 于是她开始悔恨这场婚姻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夫妇被邀请去参加一场舞会 在舞会上 女主深深沉迷那些 纸醉金迷的场景 对自己的婚姻越来越不满意 这些男主当然也知道 所以为了让媳妇高兴 她带她搬到了一个新的小镇 搬来新家的当晚 女主就和当地的一位药房先生 和一位律师事务所的小练习生吃饭 这位药房先生是个爱吹牛逼的人 而最重要的是 他没有营业执照 也仍然给人看病 与他相比 年轻的练习生 则与女主有更多的共同话题 此后 女主和练习生接触的时间 也越来越多 两人经常在一起聊天 这让男主难得吃醋了一回 但是他们俩并没有做出出格的事情 所以当然是选择原谅他 当女主生下一个女孩之后 她和练习生并没有因此而避嫌疏离 反而他们俩还经常一起带小孩 这一来二去 两人之间自然就擦出了火花 但是当时他们毕竟还是很纯真 及时的杀住了车 女主继续当他的贤妻两母 练习生则远走巴黎进修去了 这一插曲就这么告一段落了 在练习生走后的某一天 有一位地主来找男主 让他给马夫放血治疗 这位地主一出现 就满足了女主心中所有的幻想 因为潇洒风流倜傥 豪放幽默 并且他是个地主 也就是说是个钻石王老五啊 而与此同时 这位地主也看上了温柔美丽的女主 作为情场老手的他 故意装可怜来接近女主 欺骗并且引诱他 在理想性面前 女主自然战斗力为零 于是很快 女主就沦陷其中 成为了地主的情妇 而这也就是他堕落的开始 当他每天在家里照顾小孩 听公公婆婆的各种唠叨 还要忍受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时 他越来越厌倦 于是和地主提出要私奔 不过这个地主明显是一个渣男 他先是假装答应女主 然后在约好私奔的那天 又提出分手 这对女主来说 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啊 开始他还不相信遇到了渣男 当他亲眼看到地主 又找了个新情妇之后 彻底崩溃了 也因此生了一场大病 病好之后 他决定痛改前非 但是有时候 命运就是这样爱开玩笑 因为当初 他差点出轨的第一个对象 那个练习生又回来了 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女主 又一次陷了进去 女主还是一样的傻 但练习生 已经不是当年纯情的练习生了 在社会大染纲的寻陶下 他已经从乖乖学生 变成了一个玩弄人心的渣男二号 他对女主也只是占有的欲望 我们知道 两人约会什么的也是需要开销的 车钱饭钱旅馆钱啊等等 而练习生并不是有钱人 善解人意的女主 为了不让练习生花钱 就背着她和男主去向高利贷借钱 而随着花钱越来越大手大脚 她借的钱也堆成了巨债 最后她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高利贷要求她在24小时内还清巨款 走投无路的女主 只好去向渣男一号和二号借钱 但是并没有人帮助她 绝望至极的女主回到家 吃下了皮霜 撒手人寰 只留下可怜的男主 为了帮她还清债务 便卖了全部的家产 事后又发现 原来在很久以前 她的头上就已经长出了一片青青草原 受到接连打击的她 不久之后也死了 整个故事情节就是这样 这一路听下来 大多数人都会觉得 这女主就一个字 足摩 但是其实她并不是一个邪恶的女人 她是薛宝钗说的 看了些杂书 遗了性情 就不可救了的那种女人 她拥有的资源 配不上她的野心 像她这种类型的 大多生性浪漫 这是说的好听的 说白点就是幻想型的 成天做白日梦 她因为读了太多文风甜意的 浪漫骑士小册子 所以一直向往一种纯粹的爱情 即使在旁人眼中看来 这根本不是爱情 而是肉欲 她很容易以为找到了真爱 也很容易投入到一段爱情中 而不在乎什么道德不道德 即使两段感情都被渣男所骗 但她依然视而不见 在爱情这条路上 没有什么能阻挠她 打不死 甚至越挫越勇 因为只要她认为的爱情 她总是能给自己找个说法 所以女主并不是什么 死于爱情失败 也不是死于羞愧 社会舆论什么的 也根本伤不着她 因为在她自己的世界里 并不存在这些问题 她的死实实在在 是一分钱难倒英雄 虽然她是女人 如果她是个有钱人 是个贵族 那么她很有可能会在 寻找真爱这条路上 一直狂奔下去 永不后悔 但可惜啊 她只是个破了产的 富裕农民的女儿 是个不求上进的 乡村医生的老婆 她虽然少女时代 在修道院中 学习过贵族女子的 谈吐仪态 保读过浪漫派作品 仍然改变不了 没钱的事实 小说作者弗洛拜曾说 爱马在那个时代 必须得死 爱马就是女主啊 因为她的悲哀在于 她的身份和思想 与现实环境格格不入 引发女主悲剧的这个社会 来自于修道院的失败教育 来自于充斥着男权主义 和平庸比俗的现实环境 而这正是弗洛拜所批判的 小说里描述的女主 所处的正是法国大革命 遗留的浪漫之风 50年后 这是浪漫主义死亡的年代 法国大革命引起的激情 已经消退 只留下现实与平庸 女主代表的浪漫主义 而她的死亡 就象征着浪漫主义的终结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 当然就是女主把小说 活成了现实 我们说艺术来源于生活 大多数文学作品 都是基于现实创作的 但是如果反过来 把文学带入生活 把虚假活成现实 那么就是死路一条 女主对于浪漫的幻想 和生活的环境 是完全割裂的 如果说 她一开始作为女文青的生活 尚且属于生活情趣 那么后来这种情趣 就因为与男主的婚姻 突然成为了幻想 而这种幻想的后果 就是把她从 做白日梦的小姑娘 逐步变成了 偷情又显居数的少妇 最后成了 满嘴谎话 欲望缠身的荡荡荡腐 她在周遭的变故中 越来越不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 她走向自尽 并招致亲人的悲剧 是唯一的结果 如果您有一直 关注我们节目的话 那么您应该有印象 我们之前做过一期 《唐吉赫德》 那里面的主人公 也和今天的女主一样 沉迷小说 无法自拔 有人还曾把他们俩 放在一起 并称为 试读症的受害者 意思就是读书读傻了 前者是读了 过量的歧视小说 妄图把歧视的事迹 践行于现实当中 后者则是因为 受了浪漫 言情小说的蛊惑 开始不顾现实的追求 罗曼蒂克的爱情 那么过量阅读 真的是导致 他们两个人的罪魁祸首吗 并不全是 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 是因为有着强于众人的 对生活的激情 这也就是为什么 起点上追求真 玄幻小说的人千千万 但大部分仍然安于现状 只能躺着被生活强奸 我能怎么办呀 我只是个肥宅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